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11月17日晚上 市局党校通过两级党委理论中心组 即党校叶小学习的方式 邀请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 就康乾盛世中国文化高峰的中心 北京专题进行了讲授 在讲座中 唐晓峰教授结合大量实力生动图片和详实数据 深入分析了康乾盛世文化发展 对当前北京文化建设的启示 市局副局长段贵清张伟华 纪委书记董小斌 副局长李若华江良栋 政治部主任李建华等领导 在市局警务中心一层会议时主会场 听取了专题讲座